记者也在尝试联络旅客 以及外交部也都在关心 我们会续续帮您追踪 再来社会案件要带您看 台湾的巴勒园老板 工作到一半 怎么突然就被人捆绑 砍了二十几刀 而且做这件事的 还是他曾经爱上的男员工 昨天晚上 彰化西州发生了这样的情杀案 50岁的男员工 不满他的女老板要跟他分手 竟然就找自己年纪轻轻 27岁的壮汉朋友 两个人带着西瓜刀绑带 到巴勒园来跟女友谈判 一言不合爱不到就把对方毁掉 我们追踪 当时是因为有果农刚好路过 看到这样的吓人状况 赶快报案 只是警方现在在厘清 这两人他们其实分手 有一段时间了 当然过程没有断干净 才造成这次的争吵 那这回起冲突 是因为情杀还是财杀 也是调查重点 大批园警冲进三合院 将里面两名男子 一个手脚上靠 一个压在地上逮捕 他们涉嫌犯下彰化西州的情杀命案 其中这名站着被抓身穿黑上衣的 50岁赖性嫌犯 涉嫌拿西瓜刀将前女友砍死 犯案后还开车和同伙 从西州逃往田中 四小时落网 犯案现场在彰化西州 这处巴勒园 远景拉上封锁线 警方调查 犯案的赖性嫌犯 曾在巴勒园工作 和这名47岁的正姓女老板交往 女老板三个月前跟她提分手 她不想分手 伙同27岁共犯 到商店买两把西瓜刀 七号一早到巴勒园 新用绑带将女老板捆绑谈判 谈判破局 拿出预藏的三把西瓜刀 朝女老板猛砍二十五刀 女老板左手和臀部受伤 救护人员到场时 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死者的亲友说 两人交往时 前犯就有家暴恐吓的记录 而且有赌博恶袭 经常跟死者要钱 还曾带囚棒到巴勒园 来要挟女老板 女老板受不了想分手 嫌犯不答应 没想到会遇藏西瓜刀 将女老板捆绑后砍死 嫌犯和同伙落网后 被警方一杀人罪嫌 移送侦办 华世新闻 是王杨总 你是终于张华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